欢迎你们 谈了多久恋爱了 我们是大学认识的 同一个班的 而且我们是同一个地方的 有时候放下一起坐坐坐回家 然后慢慢地聊着聊着 觉得挺有那个共同话题的 然后就有一次 我实际上现在就问了一下他 我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因为我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然后后来他又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就这样我们顺行情章就在一起 然后他现在三年多了 等于既是同窗又是同乡 对 那不挺好吗 出了什么问题了 他现在要跟我们提分手 而且他还问我 要10万块钱分手费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莫名其妙的 因为我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今天来是要算钱的还是算感情 不要轻算一下 这些年来 我为他付出这么多 我根本觉得不值 10万块钱算什么 我觉得我问他10万块钱 我觉得还少你知道吧 就这三年以来都是我在养的他 他没有超过一分钱 那这个你至于那么说吗 我感觉是 我这三年是花了你那些钱 我这一直感觉自己是他的体怀机 跟不用还的信用卡 但是你不知道吗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他根本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他也就根本就断了我的经纪来 我一回他只够有600块你知道吗 这让我们怎么花你知道吗 这个情况我当然知道 但在当时我为了咱俩留在一起 我也表示能够理解 好 你们先别吵啊 刚才这一番信息是听到说 你妈妈不同意 没有给钱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初中的不 然后我妈又 我也不知道她从哪打听过来的 她说这个女孩子 初中的时候嘛 就喜欢跟男孩子玩 很多异性朋友 喜欢放娃娃娃的 我妈不喜欢这种女孩子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 你妈从哪里听来这些话的 那就是普通异性朋友啊 她也有啊 她妈就一直阻止我们俩交往 一次我跟我妈提的时候 我说我跟她 她是我女朋友 然后我妈她就说 你跟谁谈也不要跟她谈 如果你跟她谈 你就不要回这个家 等于妈妈对她有偏见 对不对 后来呢 我也知道她妈对我有偏见 所以后来她说 她妈对她经济 我说我娘 我说在一起只要感情好 我说我为你多花钱没什么 反正以后钱都是可以挣回来的 但是你知道后来 我就慢慢的发生 她就花我的钱 花成一种习惯嘛 就让我忍受不了什么 就前段时间我生病 她陪我去医院看病 然后最后交医药费的时候 她居然跑到我的包里 从我钱包里掏了前夫的医药费 她现在已经毕业了 她还信吗 不怕 当时我不是着急吗 你生病 我到一层家里出来 我带你去医院 我都没带钱包 你知道吗 我身上 我也不知道当时医药费 只有那么一点 我还算钱不够你知道吗 就把五块钱 当偷我的 等于读大学这三年 你们交往的这三年里 她一直花你的钱是吗 对 你为什么一直花她的钱 我妈她 她就为了觉得我跟她交往 她一块只会六百块 六百块 说实话吧 这些能够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俩在一起的花销 什么都是我给她的钱 她从来没有为我们 在一起的花销 她为一份钱 帮我们出去吃饭 逛街 帮她自己自身 从流到流 全部都是我给她买的 很多时候 你不是自己喜欢淘宝 就在网上看了很多 就说你觉得 你穿这一服比较好看 然后她就给我买了 有点良心 那时候咱俩不是感情好吗 我看你也喜欢 我不可能让你出去 不穿衣服吧 我听明白了 实际上面等于 在读大学这三年期间 你算是她妈 你给她出钱 对 这三年不都过来了吗 现在为什么开始谈钱了呢 主持人 就前面刚跟你说的 那个生病的 那个生病你知道吧 我当时我看她 那个动作 你知道我多寒心吗 她现在都已经毕业了 手头上钱 应该也自有一点了 我不要你说 为我花多少钱 就看一次病 就花一百多块钱 她还是从我钱包里面套 你说以前 我们俩每次在外面逛街 她就从来就没有 自己主动从自己钱包 掏钱的意识 你知道吗 每次我们俩一逛街 她买瓶矿 你谁都等着我掏钱 那个我不觉得 就一点块钱 没必要说谁掏谁掏的 那个时候学生时代 你没钱 什么都让我掏 我也认了 先毫不容易 盼着咱俩毕业了 都自己开始工作 挣钱了 但你还是一毛不发 结果我工作的时候 我在公司考虑 是我妈管着的 那你妈知道 你现在的情感状况吗 她从来就没有 跟她妈提过我 你知道吧 这是追了我安心的 为什么呀 就是我刚刚也说 我第一次跟我妈提的时候 她态度那个样子 如果我再跟她提第二次 我们肯定又会吵起来 你知道吗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怕担心影响 我们 我们 那你打算 但是你也应该 多出一点努力啊 你什么都没做 你就这样说 我就想 给我妈给时间 给她慢慢接受 不是那你也 就要跟她说呀 她说她就没说过 你知道吧 我这三年为她做这么多 我就是为了向她妈证明 我对她是认真的 就不是两个人闹着玩的 也不是她妈口中的 那种女孩子 我就想跟她一起 永远走下去的那种 可是你呢 你有做出任何的努力吗 我都跟我妈说了都 第二次她说 我又跟她吵了 你知道吗 万一她以为 是你叫我跟她说的 跟她吵的 那怎么 她不是 她岂不是对你一下更坏 我这不是为我们着想吗 可是你也应该 让她知道 我问你做了这么多 她不可能是没有心得人 你妈妈知道 这三年来 这姑娘一直给你花钱吗 我也不是每一次 都跟我妈提的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就是 我的 比如说这一副 她问我 我穿了衣服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我现在自己工作了 那你的工资卡呢 在我妈来管 就是一个月 基本上也没多 你花钱 我要说这个还好 你说这个我就来气 她说她工资卡 向她妈立即管着 我身边立会 我们俩后来吵架 我说有不可能给她妈打了电话 你知道她妈当时在电话里 怎么跟我说的吗 怎么说的 她从来没管过她的工资卡 之前工资卡确实在我妈那里 也就最近才给我的 我一直为她做了这么多 我就觉得自己特不值 你知道吗 听明白了 你现在的要求是 要跟她分手 对 她要给你赔偿十万块钱 是吧 对 他们跟我说 你还列了一个清单 对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十万块钱 一点都不少 你自己点看下 我觉得她很不起 你知道吗 来了 我们看一下账单好吧 你自己太夸张了吧 我夸张 怎么可能这么多 你自己看一下 我不说别的 我们就先说上一 这下年我给你买了多少衣服 你哪件衣服 自己多少钱 你看到各种网上勾 你看 网勾 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你在上面看那衣服 你说这个衣服 你穿肯定考慨 你就给我买了 不是吗 而且我当时 是挺喜欢的 我还不是看 你没什么衣服换呢 找给你买吧 我们就说裤子吧 那天我们俩一起去关节 然后她当时就看中了 那天李维斯先来版的裤子 在那里死活不肯走 非得要试 试了还说自己好喜欢 我看她喜欢 我爱好不足就给她买了 我自己都死了不得买 是要我当时知道这样 我说当时很感动 你给我买的那裤子 我也很喜欢 非常喜欢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觉得 不是这这账 你当然喜欢 不用你花钱 然后这三人鞋 一个人就穿15双 鞋怎么可能 那么多 15双 啥 我都没给自己买这么多 我都舍不得 等于每季都买新鞋 对 就那双那颗现代版的鞋子 还有一个现代版的篮球 你知道我就花了多少钱吗 就这两个我就花了2000多 我知道那个是你花了 两个月的时间 做健身给我买的 我知道 我当时非常感动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球鞋 跟篮球是我 这辈子最喜欢的球鞋 说的你现在说这么多 也没用了 我现在已经看到你了 还有这三年 我们在一起吃饭了 出去一起吃饭 每个周末 只要出去吃一次 逢年过去还得清楚 他有事还得邀朋友 你说什么时候 你淘我钱 我吃了多也就通了 而且每次吃饭 都是你说你说 你说你想去外面吃 我觉得大家家里吃也挺好的 自己做也挺好的 你就别再回嘴了 那你做个机会 接着说旅游 大约三年你说 哪一次放假 你说哪一年 我们没出去旅游 就说大约 大约三年去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姑娘 我们家里条件比她还好一点 然后一个月给了我 两千块生活费 有时候自己在外面 做一些兼职啊 做一些 然后有时不时 我还得从我家人偏钱出来 偏了些钱 就是学车那回吧 我妈说 想让我在大学之前早点把家的考了嘛 然后我就想 我说两个人一起去学 就拉他一起去 也好有个招职也方便一点 我说让他去问他妈要 掏他妈 不可能给他 我没办法 我跟我奶说 我说我去学校报鱼加班 从奶那里骗了三千块钱 后来给他报的名 那你要是补考 为了我就不给你算了 他补考了两次 我全部都是一次过的 我当时不也想着陪着你去念 比较好 我两个人去念 好嘛 还有三年里面的花费 他打了电话你知道吗 自己从来没交过花费 每次花费没了 平息就等着我给他交 我不是奶吗 而且我交花费不太方便 这你知道吗 我没有 我一没有网银 二我那个交费的地方 也就是我那个宿舍好远 你知道吗 而且你也网银不 我就那句你跑来跑去 给你交这个是吧 行不不吵了 最后还有一个 轻视损失费是 两万元是吧 这个我真的是 算少 我真的是算少了 我三年时光 是你这些钱买回来了吗 我问你付出了这么多 我真的觉得你 你现在自己看一下 这些钱我算 你算多了吗 他这三年有没有给你花这么多钱 咱们一码归一码兄弟 来 有还是没有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是他自己有算的 你知道 那你说我哪个算多了 你太夸张了 只是你不知道 我跟你讲 你这 那一次是都是 你这么多年 什么都是我提的 什么都是我 我一定要 你把人家 你不说这么多 所以我现在让你看一下 把这一笔笔当在列车 让你自己看一下 你有没有想到说三年 哎呀 原来花了人家这么多钱 我跟你讲 你妈 你要你这么大都没 没在你上花这么多钱 姑娘你别这样啊 这样不好 你有没有想到说交往三年 你花了他这么多钱 没没想过 我既然大学里面 没办法给他想要 给他买的想要东西 我就想毕业之后 那你毕业以后付出行动了吗 我就是 你有吧 当时我的公司卡 一开始公司卡 是我妈那里的嘛 然后他最近才给我的 我就想 那公司卡 我一展的我们 以后结婚用 或者我们以后旅游用 那我生日的时候 你总该有点表示吧 我就这么多年 跟他在一起上任 他从来没收过生日礼物 每次他就借些什么 爱神鸡蛋呀 他都从我钱 把他捞了钱 难道你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用金钱的衡量吗 就不说别 就说这次 最近这次生日 你也工作了吧 你生日呢 我给你买什么 我才工作两个月 我花了一块的工资 给你买了一把iPhone4S 你呢 一点表示都没有 我就觉得 我接受你送给的东西 也是接受你的爱 当然 我已经认为 不是那你有没有 送给他什么爱呢 是啊 难道你一定要用 什么送很贵重的东西 给他吗 好吧 你用你的道理 他就是完全 默示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就怀疑他从来没有 跟他妈提起过我这个人 我没跟我妈提示 因为我不想跟他去 那个冲突 你知道吗 那我还要等多久 我等他三年多了 我还有 还有多少年 我的意思是 让他就慢慢接受 你知道吗 你们俩都别吵了 我问几个问题 好吗 你接受跟他分手吗 不接受 一分钱不用你赔 就是分手 不接受 因为我对他感情 是真的 你知道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 把他带去见你的母亲 明年 明年是我奶奶的 八十大岁 我想带他一起过去 你这次要跟他分手 是因为说 就是他没有跟他母亲说 还是觉得这个人 老拿你的钱 这两个原因都有 最主要的还是 他从来没有跟他妈提起过 这个人 你刚说 你说明年带我去见你 我跟我妈从来没提起过 不代表我对你的感情 是假的 你在其他方面 你有付出什么行动吗 两个人在一起三年多 哪有男朋友 从来不送女朋友 生日礼物的 你哪怕送我一个 送我一个留着纪念也好 我当时不 你那六百块钱 就一点结余都没有吗 是啊 一个根本就没什么钱 可以留下来的 我做件事给你买东西 你不会出去做 对啊 你为什么不去打工啊 他说他出去做了 做了件事 但是我没看到一分钱 花在我身上 学校肯定还有其他的费用要交 我问了什么 学校的费用 找你要不是吧 我觉得不想问他 我问我妈的钱 他就说 小伙子你告诉我是你们家 确实经济困难 还是说 你妈妈因为 你和她谈恋爱 给你断了费用 你告诉我到底 就是我妈 她不同意跟我谈恋爱 说一直怀疑 我跟她还在一起 你知道吗 那这个事情就非常奇怪了 它是一个说不通的理论 一个母亲那么疼爱自己的儿子 三年让儿子吃这么大的苦 儿子也没有承认说这个 我还在跟那个女孩谈 妈妈为什么要断钱呢 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呀 你回家的时候 妈妈就会问 现在还在谈恋爱吗 你怎么说呀 我当时可能就说没有啊 没有妈妈就应该给你解禁了 钱呢 没有逻辑吗 你没有逻辑吗兄弟 因为我妈一直怀疑 你知道吗 怀疑对呀 她从来就不相信我 你知道吗 她为什么从来不相信你 妈妈为什么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我们俩在一起来 她也一直跟我说过 她的家庭问题 就是她跟她妈关系 一直不怎么好 因为我从小时候奶奶太大的 后来长大了 我妈就觉得我跟她不亲 还是什么的 家里有几个孩子 两个 还有一个 弟弟 妈妈跟谁亲 你说呢 那更不合理了 妈妈跟弟弟那么亲 怎么会管哥哥的婚事呢 赶紧找一个走楼好楼 在我没谈恋爱之前 她就说 以后她的事我绝对不管 但是我一跟她说了 我就不明白了 那其实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赋予自己的 而不是妈妈真的不疼爱你 姑娘 我还有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你 如果现在她把你带到她的家里 跟她的妈妈说 她对我很好很好很好 这么多年来 她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去帮助 我其实挺爱她的 然后你可以原谅她吗 我觉得可以考虑看看 但是我觉得她还有一个 很大的毛病需要改 就是我 我现在真的发现 她就现在花我的钱 花成一种习惯的 你知道吧 她现在就是不愿意 自己从自己的钱包里面 掏一分钱出来 我觉得跟这样的男人 在一起我很累 什么都是我在为她付出 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看这段恋情吧 来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本来我以为是一个 彼此相互支撑的恋人 人和人在一块 谈恋爱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对对方 有一些付出 不管是情感上的 时间上的 包括金钱上的 今天我居然看到了一个男生 用自己的青春 爱 来换取自己生活 或者大学的资本 而且认为理所当然 我从来就没有 认为过她 为我花在自己所当然的 我从来就没什么 我刚才听到的 你的每一句话都是 你你要对我好 你很爱我 我很感动啊 反过来就是 我对你的爱 不一定非要用钱来表达 你哪怕去勤工俭学 哪怕给她买一件 特别小的礼物 你都没有做过 我们知道这种相互的爱 在你身上体现在哪里 我本来是不会 捡鸡蛋你知道吗 就因为她生日 我早起来给她 给她做个爱情早餐 给她做个爱情鸡蛋 她觉得无所谓是的 那真的无所谓吗 弟弟是这样 如果换做我 我换位思考 我在你的位置 我是不是跟自己妈妈谈过 谈清楚了 刚才川哥已经问了 就算我妈不给我钱 我家里也穷 关系也不好 但是人穷不能治短啊 或者说人穷就算治短了 人穷不能治贪啊 这个贪是什么 贪是花别人的钱 花成习惯 还要限量版的耐克鞋 限量版的牛仔裤 穷有穷的过法 穷可以勤工俭学 穷可以省着花 可以依助女友的资助 我将来还你 我加倍的爱你 这都可以 但不能把伸手要钱 成为习惯 你觉得呢 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你的问题在这儿 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我们大学都不敢想象 你居然会要这些东西 一个人 另外一方面 可能会有惰性和惯性 就是一旦 拿到得到容易吧 他会习惯的 年轻人谁不喜欢点 好玩的漂亮的衣服 所以这点得怪女生 他要你就给啊 我到时也不是 一爱的名你就给啊 他开始就伸手管你要吗 什么都理所当然 刚刚使的时候 他吃也不是这样的 我想他不会的 你给他惯坏了 我其实也是想向他妈证明 我对他是认真的 我在他身上 不管是花费多少时间 金钱 包括感情 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最傻的事情 就是用钱 去证明自己的感情 今天你们俩分不分手 我也不知道 反正换了我 你要是我女儿的话 那你敢不跟他分手 我打死你 嗯 那我只是这么说啊 我女儿还小 我也不觉得分手费 有什么必要要的 我最想要的根本 就不是这些钱 我想要的是感情 我只是想让他明白 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能一直 在接受别人的付出 好吧 你也回这里 我无断点吧 姑娘 我就作为一个 女孩的父亲 来这么说 我觉得感情 已经证明了 你要的到 要的不到 钱可以不要了 买一个教训回家 记住这个教训 好吗 好 我所看到的 不是一个 死结白了 爱着对方的人 舍不得分手 的一个情景 我看到的是一个 寄生虫 离不开宿主的 这么一个状况 小伙子 你极度的自私 你做过任何的努力 去分担 你们俩共同面对的 那些经济上的负担 没有 你有为对方 考虑过吗 如果真为对方 考虑过 能让对方去骗 自己家里人 来为你花钱吗 你有欠旧过 你非但没有 你还转移了一个矛盾 混淆了视听 这个女孩 也是在谜局当中 你们俩最大的问题 不是说她的母亲 不认可 而是她的不作为 而她呢 把母亲的不认可 当成了挡项牌 甚至于当成了一种 抬高自己身价的 一种借口 好吗 你这么对我好 是应该的 为什么 我母亲不认可 咱们俩的事 我还坚持 所以 她就花着你的钱 享受着你的爱 然后思安理得 第二个 咱们说说 母亲这件事情 母亲这件事 她认可不认可 那是她的事 你挺不挺 自己的女朋友 是你的事情 母亲不认可 你做什么努力了吗 你有希望 让你们这段 先天不足的爱情 让她后天 营养丰富起来 有吗 她从来就没有 从来没有 为什么没有爱的勇气呢 是因为你爱的不够 给女孩最后一个建议就是 想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人 给她一个时间 让她用行动来证明 她是一个敢担当的 够爱你的男人 一个女人 愿意为一个男人花钱 她多半是爱着她 一个男人 愿意为一个女人花钱 她未必爱她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 一分钱都不愿意 为这个女人花 她一定是不爱她 金钱不是表达爱的唯一方式 但一定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尤其是在经济拮据的时候 一个人对于钱的态度 更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品质 你们俩还没有到达极端的状况 一个妻子在病床上 等待着医药费要来治病 丈夫正在筹措 到底是保守治疗 还是冒一次险 把医药费给交足了 把这刀给开了 我相信如果这件事情 如果现在横在她的面前 她一定是看中钱的 还好时至今日你们没有弄到 我所说的那种极端的状况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那真是伤心了 其实情侣之间最难开口的就是钱 因为只要是个男人 多多少少都要一点脸面 都要一点自尊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 我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 实习期四百块钱 没有钱抽烟 我的女朋友 现在我的妻子 摆了二十块钱零钱 放在这个床头柜上 她离开了 用这样的方式 不羞辱的方式 留给我买烟抽 但那二十块钱 我时时中中到目前为止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你每花 你女友的一分钱 对于你来说 都是一种刺激 而你呢 你有刺激吗 口口声声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堂赐自己的过错 但是一个男人 但凡是想给自己心爱的人买点什么 就那么难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 他一定不爱 而对于你来说呢 经常从你的兜里掏钱的男人 你怎么会到今天才看清楚 因为学生时代这个时候 闭嘴 少用点嘴 多用点脑子 同一两位老师所说的话 从今往后 一定要记住 钱不是表达 感情的唯一方式 但是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可以表达出一个人的态度 从此不要去再纵容这样的人 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这个小伙子 在你和你女朋友之间 每花他一分钱 作为一个男人 像涂老师这样 他就会永远的记住 这是男人 感觉到羞愧呀 到底什么是男人 你连跟你自己母亲 证明你自己 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断奶了 他决心都没有 你怎么配去谈恋爱呢 怎么去经营爱情呢 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女孩呢 你不成熟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 重新又找到了一个 年轻的母亲 你仍然向他进行索取 所以你说你的行为 作为男人 做我们都是男人 我觉得很耻辱 真的很耻辱啊 兄弟 行行吧 坚强起来 做一个男人 面对自己的错误 面对自己的不足 站起来 我补充两点 我补充两点 男人用女人的钱是可以的 但他错是错在两点 第一 他不是拿女人的钱来奋斗 他是用女人的钱来享受 第二点 用女人的钱 用自己心爱的钱没错 但关键是他错在 没有任何的回馈而理所 当然 不劳而获 这是最可耻的 我就觉得你应该学会感恩 也应该有勇气 证明你的这份情感 给你的家人 年轻最大的资本 就是可以犯错误 你就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 从少年 到成人的一个转化的过程 但是你要考虑 未来自己要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这样的生活 就是老师们说的 可耻的 你自己想想吧 我倒觉得今天 给你上的不是爱情课 恰恰我们的五位老师 给上了一堂人生的课 所以你好好想想 你好好想想 那样宠一个人 那样没有原则的去宠一个人 对吗 爱也是有分寸的 爱也是有尺度的 想清楚 下面是你们自己的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 这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为我付出 这样 你也很辛苦 但是我真的不是 认为你 我也做了一切 都是你所应当的 我对你的感情 真的是认真的 那你有表达过吗 你有用实际行动表达过吗 你能在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现在工作卡也拿回来了 以后我的工作都给您管好吧 给我一些机会好吗 这 我一定会改的 你说你会改 这三年多 你的话 我的钱花成习惯了 那我怎么去相信你会改 而且我都已经没有理由 再去说服自己去相信你了 你说其实我要的 我真的不多 你知道吧 我只是想找个男孩可以依靠 不用自己一个人 过得那么辛苦 可怜 你连最基本的都给不了我 什么都依靠我 这么起来 我确实信为我习惯了 但是习惯一定可以改的 你相信我可以吗 我觉得我已经不想 不想再做你的体会机了 我现在我想 我觉得没有你 我一个人这样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真的是对你是认真的 给我这机会好吗 不想做体会机了 过去放那些钱还要吗 也要不回来了 也没必要要 你现在明白了 他为什么开这张清单吗 两位请回吧 请回 来请官们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好他们继续吗 看好是赞成 不看好是反对 来各位请选择 96.43%的现场观众 觉得他们没戏 问一问吧 白姑娘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选的是反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男嘉宾 还不够成熟 他应该先把自己 成长为一个有担当 有责任的男人 才有资格去开始自己恋爱 再一个他得需要 我们把自己和母亲和家人的关系处理好 谢谢啊 图老师 你看好吗 刚才在黄金60秒的时候 南方似乎非常有诚意 江爱我把我的工资卡都交给你 但是我一点都不信 因为在我们看着那张恋爱清单的时候 坦率的来说 上面的一个个数字代表的是以前的一份份情 他看着那张表单 居然还跟女人在争执 多还是少的问题 而没有一点羞耻感 你相信这种人 他会真心的悔改吗 我愿意相信他能真心悔改 如果说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起伏 他还是那样沉沦的话 挺可惜的 我希望他能改 只是一个希望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一起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既然到这个程度了 女孩做出了选择 来像个男人一样的跟他说再见 我知道这几年 加上最后这一次可能伤透你的心了 我也希望以后你能找一个 爱你的 你能为你付出的人 祝你幸福 哥们你回去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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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